阿伯 老板 胡聘派人送来一封信 说大半年前 与杜老本有个约会 但银鼓未能践行 如今 他想补上 胡聘 是的 看来他后悔了 完了 那您不去了 去 去听听他想说什么 这四个真能应听啊 竟然熬了三天三夜 不过还是熬不过您 可以给他喂水了 小爷 喝点水 吴少爷 咱们这约会 可是晚了大半年了 不好意思 杜老板 都怪我 您也知道自那天之后 我们冬院发生了许多事 后来我也受伤了 一直到今天才算得空 所以您现在身体可打好了 脱杜老板的福 我已经没事了 那就好 那凶手 现在可有线索呀 有线索 他没有证据 我得也说了 这一次我能捡回这条命 真的算大幸 更何况对方家中更不信 得饶人处且饶人 这件事就这样吧 吴老爷可真的是个厚道人哪 厚道不敢说 将心比心 大家都有冤屈 那这样 今天咱们第一杯酒 究竟吴少爷身体健康 多谢杜老板 请 他不知道 没事 大 大家一下误会 误会 没事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这支音才训没几天 还不太守规矩 没事 等等 这个 结果好像在哪见过 不会吧 这可是西洋刺刀改的 这世上仅此一把 来 走 除非 你见过扎坤他出刀 来 请 这一丝啊 训了这么多天 还不守规矩 这样 找款 你把它拿出去处置了 没事 顺便 把这壶酒拿去温一温 来 吴少爷 希望以后有机会合作 我也正有此意 听说贝勒也在京城 好 少爷 今天还买进宫吗 买 记得买大的田囊 停一下 停一下 切花进宫 大点了 好的 没问题 老刘特今天怎么不在啊 他今天有事没来 来 把东西 小心 韩师傅 韩师傅 辛苦了 不辛苦 韩师傅 扎坤那把尖刺 你以前有见过吗 那把尖刺很特别 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 那扎坤的武艺如何 很实功名 不是 大金球 受到大以上 下车 快回去 肯定的 你在这儿干嘛 赶快进去呀 少爷回来啦 回来啦 哎 春仙 给少爷沏杯茶 少爷来 我去吧 行 你吃饭了吗 吃过了 你在找什么 我在找一张纸片 我记得就夹在一本账本里 账本 咱家的账本没有上万本 咱又上千本了 到底是哪一本啊 哎呀 奇怪怎么一下子就真的想不起来了 没事 慢慢想 说不定哪天她自己就出来了 哎呀 我这脑袋怎么 怎么就不灵光了呢 哎 你渴不渴 要不要尝一口 我不渴 当时有点饿了 哎呀 我都给忘了 不来 哎 哎哎 少爷把金刚拿过来 好 我想起来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纸片的时候 正是棉花行出账的时候 那肯定是在那棉花行的账本里 啊 我现在看的就是棉花账本 在哪儿啊 在那屋呢 在那屋呢 这本 棉花 我先回来了 爹 您在 棉花账本 棉花账本 就不在喽 他要走了 要走了 你才来没几天 你不多待两天 留也没用啊 你别劝他了 他这个人啊 不停劝的 爹 御龙泉送我几个上好的专茶 我给你带在路上喝吧 好啊 草原上那边人哪 就爱喝这种茶 瓜油 行 那我先给你去拿去 行行 我不不不不不 我 我自己去拿吧 在哪儿呢 在我书房那个茶架子的下面 我知道了 麻烦啊